简单的说拍电影这事儿是我的饭碗 我得珍惜我自己的饭碗 盗窃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偷窃的行为 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呢我也同时很理解 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叫社会主义 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头 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不奇怪 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应该鼓励 这个偷盗知识版权知识产权 我觉得在这个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特别是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会逐渐的看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大家都能够做到遵纪守法 特别是由我们朱永德先生这样的人 维护我们电影的知识产权 他哪怕是不十分依赖 也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利去偷 有些事是咱们鞭长莫及的 你不管举行多少集会 发表多少声明 做出多少警告 你也不能使得 一心一想盗窃版权的人就此收手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从从业人的角度讲 大家都呼吁 至少造成一个社会气氛 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维护版权这样的声音 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出现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保护版权的事 而是一个维护社会公义 维护社会全体人民的功力 这样一个想法出发 我觉得是有价值 4月26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产权